《五年學的澳門》 哥哥哥哥 MISS說下星期上課討論的主題是《五年學的澳門》 我還沒想到怎麼說 很簡單 特區政府剛剛在五年規劃的草案基礎上 制定了正式文本 裡面已經描繪了澳門未來五年發展的藍圖 正式文本還為澳門的經濟、醫療、社保、教育、環保 和施政、法治等方面都分別制定了目標和指標 那除了指標,正式文本和草案還有什麼不同? 讓我告訴你 特區政府在進行了公開意見收集之後 採納了大家的意見,對草案文本進行了修改 好像大家關心的總體城市規劃、都市更新 和公屋建設、交通措施、應對人口老化這些重點工作 都增加了不少內容 還有具體的工作計劃 嘩,聽起來好像很多東西很複雜 嘩,能不能做到嗎? 放心吧 政府會為規劃建立監督和評估機制 定期評估和調整政策措施 還會設立第三方評估機制 由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 直接跟進和統籌 不斷地增強規劃的執行力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五年規劃的內容 快點上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網站瀏覽 或者去政府諮詢中心 拿回五年規劃正式文本看看吧